这个视频咱来说说四边形 这儿有一些四边形 根据对边是否平行可以给这些四边形分分类 1 3 6 它们的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2 4 7 它们只有一组对边平行 5和8 它们的两组对边都不平行 那图形中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咱称为平行四边形 图形中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咱称作梯形 图形中两组对边都不平行的咱称为一般四边形 那你瞄一眼下面这些都是啥图形呢 1号图形两组对边分别平行是平行四边形 2号图形只有一组对边平行T1形 3号图形两组对边分别平行平行四号图形 只有一组对边平行T1形 5号图形两组对边分别平行平行四边形 6号图形只有一组对边平行T1形 7号图形两组对边都不平行一般四边形 8号图形两组对边分别平行是平行四边形 那这些平行四边形中3号和5号有些特殊 3号图形是正方形 5号图形是长方形 那正方形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平行四边形的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正方形长方形都具有这样的特征 所以它们都属于平行四边形 它们与平行四边形不同的是 四个角都是直角 所以正方形和长方形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 那正方形除了具有和长方形一样的特征 也就是四个角都是直角 两组对边分别平行且相等以外 正方形的四条边还都是相等的 所以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 咱可以用这样的图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J是平行四边形 长方形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 正方形又是特殊的长方形 好了就说这么多 你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快去做点练习试试试吧